大家好,现在冬季养护多肉是很多花有的一个难题 因为冬季气温低,这个多肉生长也特别的缓慢 养护的过程中一旦养护不当就特别容易出现烂根冻伤 那么冬季养护多肉其实我们只要注意好 这一看一多一少就足够了 那么哪一看哪一多又哪一少呢 首先一看就是肯定要是看天气看温度了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多肉这种植物呢,它不是特别耐寒 在低温的情况下呢,它很容易出现冻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温度呢,大概低于5度以下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多肉呢,即使移入室内来养护 而且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 如果有这个寒流来襲的话 一定要提前把它移入室内 以免呢,多肉出现冻伤 其实多肉的话呢,虽然不是特别的耐寒 但是呢,它不是特别怕低温 它最怕的就是突然大幅度的降温 所以大家要注意好这一点 一定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 那么这一多是什么呢 一多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光照 要多给它一点光照 多肉本身生长过程中呢,是不能够缺光的 如果长期缺光 植树呢,不仅容易涂长 而且呢,颜色呢,也会慢慢的变成绿色 这样对于我们养多肉已经养出状态的植物来说呢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我们冬季呢,一定要给竹光照才行 给竹光照呢,可以让它延续秋季的一个好状态 让它呢,能够在冬季也能够长出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美的一个状态出来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最好就是放在南边的阳台 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大家可以买一点补光灯给它进行补光也是可以的 那么另外一勺呢,就是要少浇水了 多肉呢,在冬季呢,是一定不能够浇过多的水的 首先,如果浇过多的水的话呢,再加上冬季光照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下 多肉容易徒长 而且呢,它这个时候呢,生长活动减慢 如果浇水过多的话呢,很容易造成它出现积水 难根的情况 再加上低温的条件下的话,很容易造成多肉冻伤 所以呢,冬季啊,我们呢,多肉一定要少浇水 但是不能够不浇水 如果长期不浇水的话呢 多肉长期缺水的话呢 它会比这个动害更为严重,就是直接就会直接躁动而死 所以呢,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温度高于5度的时候 在一个晴朗的中午,给这个多肉呢 在盆土干透的情况下,给它适当的这样溜边交一圈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既能够给它根系适当的补充水分 又能够避免浇水过多,引致的这个烂根动汗 所以呢,冬季养护多肉啊 把这一看一多一勺给做好了 多肉呢,安全越冬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那么想要增强多肉的抗寒能力 然后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我们呢,可以给它在页面上面喷湿一点这个页附和原路 然后大概呢,在一个晴朗的中午呢 给它进行一个喷湿 将它给这个多肉进行喷湿 可以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多肉的叶片 能够积蓄更多的光合产物 那么对于它的这个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还能够有效增强它的抗寒能力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